Yes 大家早上好 早早早 Ok Good morning 很开心啊,我们又再见面了 而且今天是很重要的一场我们的华人分享会 这是我们一年里面,这是最后一次我们见面 我们要到明年还见面了 我很兴奋 你们怎么样?兴奋吗? 兴奋的跟我打一个E 有吗? 你跟我一样很兴奋,对不对? 不过我看我们的人数 还有机会再叫多一点人进来,为什么? 我们不只是要听 我们要请更加多人来进来听 因为这么今晚上的讲解讲 真的很棒,一个很好很好很好的一个 的题目 所以我希望你们快点 SMS你们的朋友请他们,邀请他们进来 可是他们还没有呢? 就逼他们进来吧 可以吗? 赞成不赞成? 快点 叫他们进来 OK OK,我给你们时间 邀请他们进来,好不好? OK 让我自我介绍 我是Emily Wong 来自关丹 在这里我们的朋友们 谁是第一次见我的 请你们打一个二吧 有没有人第二次见 第一次见我的 没有二哦 就说你们认识我了 哇,很开心哦 OK,OK,OK 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到了年尾,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迎接新的一年 所以新的一年就是说 好的开始,对不对? 但我还没有邀请我们的 贵宾钱 我有三个件事,请你们跟我配合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 就说你们的mic 最好你们是关掉的 请我们只是要专心的听我们的 嘉宾讲解,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他的slide 我们不要邀图 那个就说我们不要邀图了 第三个,假设你像我这样子 要见全部人 将你的服装 请注意一下 好不好 OK 你们全部认同吗? 跟我合作了吗? 可是跟我合作的 请给我 上吧 OK 谢谢 Ambel 谢谢 Glemon Thank you 在我还有邀请我们的贵宾 之前 出来 我想介绍他 所以我们知道了吗 今晚上我们讲的是什么 就是 要改变自己 为什么要改变呢? 是我讲的 所以明年会更好 明年要有一个好的开始 对不对? 所以今晚上呢 我们的贵宾会跟我们讲 改变自己 这样我们要怎么样改变呢? 我们要是 从私立年的目标开始 对不对? 所以他就会跟我们解释 在我没有邀请他之前 让我 让我简单的介绍 他吧 OK 他是谁呢? 他从没有同事 Forever之前 他有自知的电脑 公司 就是老板 但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上 他接触到了Forever 一开始 他不相信 直销这个行业 像我一样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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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了一个 宵夜子的 他的 购买产品 自己使用 和给母亲使用 不过因为 工作压力时常 会偏头痛 而产品也帮到了他 就这样用了产品 7年 有7年的经验 在7年后 生意 达不到自己要的成绩 什么成绩呢? 那就是赚起不了人生 第一桶金 用了4年的时间 还是一样 干净 国产吃 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哦 所以 刚好在这个时候 Dato Desmond Gong 也从KL 回到了官方 开发市场 在研究市场的计划之后 发觉了 原来 直销不只是 卖产品 他的背后 还有批发生意 而且 当时的 Dato 已经在Forever 做到 很好的成绩 所以他的 心里面 就想说 下一个Bangsy的人 不会来骗一个 加干净的人吧 对不对 而且 开始发觉 他们成本 非常的低 所以 就下了一个决心 给自己 两年的时间 在Forever 卡聘 那你知道 一打一做 就做了16年 在Forever 这里赚到了 人生的一桶金 哇 也把以前的 债务给还清了 哇 你看Forever 而现在也赚了 好几桶金 现在他的组织 往到了前马各地 在东南亚 国家也开支 放约了 他联系10年 完成了 一个manager 也完成了 也完成了8次 8次CBM Level 1 两次的CBM Level 2 哇 和 2500cc 也是Forever 百万收入 资历部的成年 现在他的组织往 有培养超过 听好来啊 超过多少 超过 25队的Forever to drive 17队的CBM 30队的Eagle manager 棒不棒 很棒 对不对 啊 OK 他被公司邀请到 前马各地 新加坡 和 墨斯哥 演讲 也被南洋商标访问的 嘉宾 哇 他不是平常的人哦 和British Media 英国出访的 访问贵宾 对不对 很棒 是不是 假如你解读他很棒 给他 叭叭叭 来吧 有没有叭叭叭 哇 OK 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让我们用 自烈的 933 欢迎我的贵宾 EPCM Shawn Chan 好的 好的 谢谢Emily 我还讲到很耕壮 很有耕 我也跟着有耕了 因为呢 今天是一个很紧张的一天 为什么呢 今天 我们知道现在是30号了 30号也是说呢 我是 今天 OK 这个2021年收官的speaker OK 收官speaker 所以呢 就是收工业了 就靠我了 OK 说讲的讲的好不好的呢 OK 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呢 如果你觉得讲的很好的话呢 可以能帮助到你的呢 OK 我希望呢 在2022年呢 OK 我们大家一起start strong OK 一起 火力全开 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OK 啊 所以呢 很感谢Emily 很感谢Emily OK 所以来大家应该知道哦 我们今天topic是什么呢 简单来讲就是啊 目标势力 简单为目标势力 给人呢 为什么要有目标呢 讲真的 我不知道大家对目标这个什么来看法了 OK since since刚刚开始是吗 我就可能用一个简单的故事 不过想还没有讲故事之前啊 想问一问的话了 OK 这边有没有超过 还有没有谁是不超过18岁的 或者有谁好像和我一样是25岁的 有没有 如果你没有超过18岁的你type一个me OK 因为呢 讲的故事呢 可能有带一点点 教育性 OK 教育性的故事 OK 如果你没有超过18岁的你type me 如果超过呢 不用type有什么关系 OK 我看一看先咯 OK 应该是全部超过18岁 OK 不然你没有超过18岁的话呢 我也不懂啦 我跟他讲了过后呢 你也不了解这个故事的背后的意义 这个故事呢 是发生在一位专家 这个专家呢 他是 教育性专家 OK 教育性专家 OK 这个教育性专家呢 OK 这个教授呢 他就去 一个城市做演讲 因为呢 他对教育性 这个东西呢 是 特别有研究的 他是专家中的专家 他说一个东西 这个专家说 这个教授说 他在台上分享的时候 他讲 我想知道台下的观众 你们都是接了分吗 结果呢 很多人 大部分呢 都是举手 我已经接了分 他说 接了分 非常的好 非常好 或者还没有结婚呢 已经 有赏识的教育性的东西 OK 也举手 结果呢 在场呢 超过 应该是差不多 90 99%的人呢 都举了手 所以这个教授就讲了 OK 经过我的统计啊 经过我的统计啊 OK 一对男女 一对男女 如果 如果 OK 如果你一个月啊 有 兴奋美丽啊 超过 20次的话呢 OK 他们呢 一定是 非常 恩爱的 OK 如果台下朋友 觉得对的话呢 给我一个欢呼 我觉得台下呢 OK 超过一半的人在欢呼 哇 真的很喊 喊得很大声 喜别兴奋 一直喊喊喊 你看 那个professor讲 你看 我讲的对的 OK 一个月 超过 10到20次的呢 一定是喜别恩爱的 啊 第二个结论呢 第一个结论呢 如果 有一些 OK 有一些 OK 看到一半几手吗 一半还没有 一半 欢呼吗 一半还没有 欢呼吗 啊 专家讲 要是讲 第二个结论呢 OK 如果 如果 OK 啊 三个月 三个月里面呢 有超过 OK 实测的呢 OK 他们的 他们的恩爱程度呢 也还是很好的 OK 如果认同的话呢 OK 大家给一个欢呼 结果呢 另外一半呢 超过一半了 OK 也是在那边 接近一半的 也在欢呼 哇 喜别兴奋 哇 对对对 他们也是 他们也是认同 他们也是认同 OK 然后呢 专家讲 专家讲 OK 最后一个呢 是什么情况呢 最后一个呢 就是 OK 一年 只有一次的 OK 这个呢 大多数呢 他是没有什么兴奋度的 当然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他问台下 结果台下一个朋友说 我我我我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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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就是那个 我就是那个 那个教授就很纳闷啊 为什么一年一次 爱情动作片啊 他那么兴奋呢 结果教授就请他上来 哦 那个人上来 台上过后啊 教授把交一个麦克给他 教授问他 很奇怪啊 为什么啊 你啊 OK 一年啊 半年才一次啊 怎么你这样兴奋呢 你知道那个人 那个人讲什么 那个人讲 就是今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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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十一百兴奋啊 所以你看呢 如果人啊 有看到他的目标啊 那种兴奋度 或是喜别高的 你知道吗 就是一年一次 或者半年一次也是喜别 喜别兴奋的 喜别兴奋 所以咯 就在今晚 你信不兴奋 就是明年 你有没有 start strong 所以呢 就在今晚了 OK 所以很多朋友 我不知道你已经有没有去做了一些 梦想版啊 或者是vision board啊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所以呢 今天我就开始讲 整个目标吧 来来来 OK 当然啊 今天是比较轻松的一个 方式来讲吧 OK 不要太过 呃 广多快感 不要太快感 OK 来来来 看一看哦 OK 来吧 OK 所以看了懂的呢 就知道今晚是很重要啊 啊 OK 所以今天呢 这个目标呢 如果我们今天已经做 呃 今天还没有 还没有做的 如果after今天 今晚你做了那个目标过后呢 你明年就是 哇 喜别兴奋 喜别兴奋 很先 所以 有什么不同的目标呢 OK 可能就是 啊 有一些 给你所看到的就是可能 还没有上manager的 我们就可能 target 去manager 已经manager的 我们target forward to drive 然后呢 还有LIT啦 一个manager啊 然后CBM啊 Troboleary啊 DLT啊 因为每达成一个目标啊 我们都是 哇 就是今晚 喜别兴奋的一天 喜别兴奋的一天 所以呢 这个呢 目标呢 是非常的重要 OK 今天呢 不管你在什么阶级 不管你在什么情况呢 OK 每个人都有需要 实力一个目标 因为目标呢 真的非常重要 想知道一下啊 到底有多少位伙伴呢 已经有做了 明年的梦想版 或者有vision board 或者正在做之中 可能还没有 complete 如果有在做的 正在做的 OK 或者已经完成了 再check the note 他一个密看看 我想看看 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有吗 有吗 一位 一位 哇 难怪 不要今晚这样兴奋啊 哈哈 好 故事也做 哈哈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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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可以可以 蛮多伙伴也做了 OK 来讲一讲故事 这故事呢 为什么我有目标呢 应该大家知道 OK 现在 特别是 今天 今天呢 OK 也是对我的家乡 林明人 是蛮 紧张的一天 为什么这样来说呢 OK 因为大家都知道 林明呢 刚刚 淹水 淹水淹得非常的高 大家看右边的照片呢 就是这个 很latest 就是大概几个星期前 啊 这个就是我的家乡 淹水的一个情况 OK 这左边呢 就是我家 我家乡的 这个是我的 就我的家乡的家里 一个旧屋子 所以这个屋子 每一年 我们淹水的时候 我们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就可以 可以搬到去楼上 因为还有一个假楼 还有一个假楼 OK 所以呢 我那时候呢 记得小时候呢 每一年呢 给我的家里 OK 虽然不是很有钱 但是每一年呢 我们都有一个免费的游泳池的 这游泳池呢 还是非常的大 OK 非常大 你可以游 100米 200米 或者1km 2km都可以 OK 每一年呢 一定有免费的游泳池 OK 这个产生 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小时候 为什么啊 我会住在一个淹水的地方呢 可能是 林明这个地方呢 OK 比较 比较低了 OK 然后呢 山水冲下来 很容易就山洪爆发 所以呢 搞到呢 每一年 几乎每一年的淹水 所以每一年呢 我们的小时候 都很享受 很享受那种 要洗地啊 洗黄泥啊 搬东西啊 在假楼上面 然后吃麦鱼面啊 然后麦鱼面炸鸡蛋啊 都是每一年 都会过这样的生活的 OK 每年过这样的生活的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啊 每一年 我们都要做 很好的一个 preparation preparation 所以当时 我就很奇怪的 为什么 这个淹水的地方呢 我可以住这样久呢 因为这个是我整个 童年所在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哎呀 可能 以后有机会的话呢 我搬一个家 搬一个家 搬这个 搬了一个家过后呢 可能就不会再享受 有那个天然游泳池的那个 待遇 天然游泳池待遇 结果呢 我就搬到来了 关丹 就是现在这个地方 关丹 OK 这个关丹呢 搬过来过呢 这个就是我的老家 我在关丹的老家 这个老家呢 这个是一家 一个廉价屋来的 这廉价屋呢 也是个好消息 好消息 刚好搬不搬呢 也搬到一个 淹水的地方 淹水的地方 OK 这个淹水的地方哦 OK 如果我我本身有事过 那时候呢 我是来自单亲家庭嘛 OK 当淹水的时候呢 有试过一次 有一年 我们就刚好去到了 我们就回去我外婆的家 OK 回去外婆家 年美回去外婆家 OK 回到外婆家 玩玩玩玩玩玩的 整个大概两个星期 然后呢 就从外婆的家回到来关丹 发生什么事情呢 OK 里面呢 家里里面呢 全部给淹完了 那些衣服啊 那些DINAM啊 那些 书架全部倒到完 OK 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呢 OK 真的是 已经是家里呢 属于是 没有太多的东西呢 接近可能家徒士币啦 家徒士币还没有到 但是已经很靠近了 OK 已经很靠近了 就这样子淹了 OK 这样子淹了 而且呢 这种淹的情况呢 不是一次 OK 而且呢 淹的水 那个水量呢 是一次比一次高 以前呢 是到 可能是 呃 气概 OK 后来呢 可以淹到去腰部 所以呢 我们发现这个东西哦 OK 当遇到某一些情况的时候 我们呢 很难去避免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目标 在那时候我的目标很简单的 就是呃 可能就 赚到钱 然后呢 想办法搬离这个淹水的黑区 因为已经享受习惯了 OK 已经习惯享受的这种 呃 天然的游泳池过后 觉得不想再去享受了 那看看大片右边的照片呢 这个是我们最后一年 最后一年住在这间这间家 OK 所以你给我看看呢 我这个家是属于没有天花板的 OK 呃 墙壁呢 你想要漂亮的油漆呢 也没有什么东西 OK 如果不是olive呢 它支出了 那后面的一个玻璃窗呢 OK 那边大部分的玻璃呢 都已经破完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呃 换一个新的玻璃 OK 这个就是以前的窘境了 以前的窘境了 以前那时候你也没有打算去换的 因为也打算要搬离这个地方 搬这个地方 所以呢 这个是 呃 大概几年前了 大概是10 10年前吧 大概10年前吧 对 大概10年前的这样的情况 OK 啊 所以那时候呢 我的目标也是蛮简单 就是要找一间物质 没有淹水的 所以在某一 在什么时候呢 我们都会有一个人生的目标的 OK 以前就是 不想淹水 为了搬家 OK 不想淹水 为了搬家 当然 是个好消息啊 到现在搬带来住这边呢 住这边呢 讲真的 呃 离开 市区呢 也是蛮靠近 可能就是不到5分钟的车程 OK 然后呢 附近呢 也非常的happening OK 非常的happening OK 就是呃 妈妈要出去那里啊 走走买东西吃啊 全部都没有没有问题 OK 所以 这一切呢 都是因为刚刚开始的一个目标 就是想要搬家 这个目标呢 你说了 讲了 讲了出来 能不能够实现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但是如果 你心里面 没有想了 这个目标的话呢 东西是永远不会实现的 可能 如果 如果我没有要搬家这个目标的话呢 没有这个搬家的动力呢 可能今天呢 OK 还在住在这间屋子里面 就是非常非常的 你可以imagine一下 在天气热的时候啊 OK 你是不会 不需要去谷索拿的 因为天然已经谷索拿了 所以我们当我们住在这个家的时候呢 我们全部都很瘦的 为什么呢 OK 因为就天然的sora OK 又天然的游泳池 那我们都非常天然 OK 除了佛法产品天然呢 我们想说sora 还有游泳池 都是非常的天然的 OK 就是因为一个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就搬到来这一边 这一区呢 可能说touchwood touchwood 这一区呢 当我还没买这间屋子的时候呢 OK 我也是问了 住在附近的一些一些一些不认识的朋友 OK 不认识的人 问他 这一区有没有淹过水 他讲没有 所以到现在为止呢 这一区大概已经整20年是没有淹水 所以已经是touchwood 暂时是离开那个很可怕的一个情况 很可怕的一个情况 所以有时候目标你觉得重不重要 最主要是你是不是真的很想要离开你现在的一个窘境 离开你现在的一个困境 所以如果你想离开现在的窘境呢 很想离开现在的困境的话呢 你一定要想今天的课程过后呢 你一定要找到你自己的目标 而且呢只有年度目标呢才能够帮我们脱离现在的困境和窘境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OK 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跑出去 OK 开始很努力的去工作 所以那时候我第一份工作呢 OK 就是去这间电脑公司 OK 那个电脑公司呢 就是多一个电脑工程的宅男 我们每天呢都是和电脑在沟通 和monitor在讲话 和keyboard在讲话 就是对着这些很可怕的cabling 很可怕的cabling OK 这个cabling呢 因为一差错的话呢 给顾客可能就用不到 所以那这个的生活呢 大概打工的生活大概过了四年多 然后呢我就没有再去打工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我知道一个东西 OK 做工 谁觉得了 谁觉得了 OK 做工呢 OK 可以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呢 以前我认为可以的 简直以后认为可以的 但是从我一开始上班 700多块 700多块的sary薪水啊 到我离开的时候 离开的时候大概是20多年前吧 应该是20多年前吧 OK 那个薪水是1700块 所以那个飙升呢 OK 这个飙升 我的飙升是已经非常快了 从700块飙升到1700块 真的飙升是非常快 但是呢 如果以这样的一个进度来讲呢 想要买一间屋子 而不会淹水的 我觉得这个梦想呢 是非常的非常的遥远 因为知道一个东西 仍很简单的 我们可以慢慢来 我们可以慢慢来 大家多注意看哦 我的母亲 那时候我看到我母亲 已经不年轻了 OK 我可以迟一点买屋子 让他不再享受呢 震水的 淹水的那些情况 但是呢 我母亲 未必能够等得到的 因为我们不懂 我们的父母 他们 可以陪伴我们多久 我们真的不懂 我们真的不懂 所以那个时候 我觉得打工 真的不能够完成我的东西 结果那个时候呢 我是非常的聘 OK 就是白天上班 晚上呢 也是借很多的computer来修电脑 那时候我的旧家呢 可以说是满地都是电脑 满地都是monitor 满地都是printer 因为每修好一个呢 我就有钱赚 OK 然后这样的过程呢 大概四年多 四年多过后呢 大概第五年呢 我就出来了 和我朋友一起合伙做生意 OK 那时候呢 名字好像Emily所讲的 哦 我是电脑公司的老板 名字好听吗 我知道这边有老板吗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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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边有老板吗 也想知道一下 如果有的话呢 可能可以打一个me 想知道一下 看现在老板呢 和以前老板是不是 可能有同样的一个困境 就是呢 我们做生意 我们做生意 OK 很多时候呢 那个钱呢 OK 是在顾客的手上 因为我做电脑的 很多时候做toms嘛 就可能要pip 要放账 因为这样子呢 才有拿到一些顾客 所以呢 看起来是赚钱 看起来名字是老板 但是呢 这个老板呢 真的是一般可怜的 怎么讲很可怜呢 呃 不能够放假 因为呢 顾客呢 是不会去找你的伙计 OK 顾客呢 只会找谁 顾客只会找 老板 顾客只会找老板 所以呢 那个时候我就过了这样的情况 OK 过了这样的情况 OK 就是这样子 一直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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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名字很好听 OK 就是就是老板 OK 但是呢 如果注意看呢 这个老板叫什么车 这老板呢 是驾着一辆干旧的 这辆干旧的 住在平民屋 加辆干旧 这种老板呢 你觉得你想当吗 我问一问 yes or no 可以给我知道吗 yes or no 来问一问 你谁想当这样的老板 名字很好听哦 耶 boss boss entrepreneur OK CEO OK Founder of the company OK 很多名字 你 你可以想到的 非常好听的 OK Incasual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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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干旧 从国产吃 OK 住在平民屋子 那个时候呢 OK 那个时候呢 我跟Google讲什么 这两车非常好 这两车非常好 OK 它可以放很多的 computer table Monitor CPU 有时候这两车里面载的货 比我的车更贵 真的很够劣 对跟你讲 真的很够劣 OK 这两车车呢 大概就是陪我走了 大概整七年吧 七年到八年 七年到八年 OK 从国产到热产 OK 国产到热产 那时候呢 我就开始在做着我的生意的时候 做电脑的时候 做做做做 大概做了 嗯 大概做了整多少年了 算一算了 大概整四五年吧 大概整四五年吧 那时候我大概四年的时候 我就弄伤一次意外弄伤我自己的脚 弄伤我自己的脚的时候啊 也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就一个月待在家里面 完全不能够做任何的东西 就没有办法了 就没有办法 还好 那个时候是年尾 年尾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顾客的 很多顾客呢 已经在clear live 很多顾客呢 已经没有budget用完了 所以十二月呢 是非常快乐的 对当时我做的生意 非常非常近 非常近 所以呢 也一个月好好休息 那时候休息想什么东西呢 叫你可以 你可以imagine呢 叫在mco lockdown 突然间你不用不必 也不可能 也不能够去工作了 那时候在家发生什么事情 开始在想 如果这个情况不是一个月 是三个月呢 是一年呢 是三年呢 OK 什么情况发生的话 请问哦 请问哦 OK 我的顾客还会在吗 我的顾客还会给我payment吗 是不会的跟你讲 是不会的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哦 就好像现在大家在经过mco开始 就想到你要plan b 开始找很多出入 你要找很多一些计划 一些backup 那时候呢 我就开始想象 给我不能在电脑行业再待下去了 因为我不想挂一个老板的名字 不想挂一个founder的名字 不想挂一个co的名字 但是呢 还是驾着干旧 租着廉价屋 完全不能够买到我要的屋子 完全的不能够脱离那个水灾 真的很可怕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慢慢的park time 做forward 做做做做做做 做到了 这个Nissan是我在博物买的第一辆车 当时呢为什么买这辆车 因为这辆车是7 seater来的 是来MPV来的 小MPV 因为后面放下来过后呢 我和Olive坐在前面 后面所有椅子全部放下过后呢 大概可以放接近20cc的货 那时候我们做什么东西呢 这20cc的货呢 就陪伴我们呢 从关单出发 我们开始去到了丁家炉 我们开始去到了吉兰丹 每一个星期上去呢 就空了20cc 当时公司还没有Coreal Service 还没有DHR来帮助我们 计划的 所以当初这辆车呢 真的是帮我 帮我买到我人生的第一简家 第一简家 这辆车呢 算起来呢 也是我在博物起家的第一辆 给热产Nissan货车 Nissan货车 真的非常好玩 真的非常好玩 后面真的在20cc的货 后面有试过在什么东西呢 还有在那个我们要摆 摆counter 有时候在一些Bassabagi 我们需要一些Canobie Canobie呢 我们就在 我们就在Canobie 哇 里面还有在Canobie 还可以在那些 摆counter那些一些 桌子啊 椅子啊 然后一些 Decoration的东西 哇 真的很好用 这样子 真的很好用 因为在当初 把它卖掉的时候 真的有一点点 呃不死的 真的不死的 你为什么把它卖掉呢 因为最主要它在外面呢 我在买了另外两辆车过后呢 它就被逼在外面晒太阳 当你看到晒太阳的时候呢 你真的会非常的心痛 就是因为这两辆车呢 害到呢 哇 把它卖掉 啊 然后再把它卖掉 OK 这辆车呢 也是在我人生中 OK 人生中 以前从来都没有去想过哦 没有从来没有目标过要买这辆辆车的 从来没有想过目标买这辆辆车的 OK 当然这辆车好不好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两辆车 哎呦你们在做传销的 很喜欢show off的 很喜欢show off的 OK OK 问问大家 如果今天呢 我跟大家聊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我做forver做了17年 OK 呃 身为forver的其中一个 呃 million dollar的income earner OK 身为一个ePCM 但是呢 我只能够加一辆toyota Camry OK 或者呢 我只能够加一辆Honda Accord 请问呢 你看得到前途吗 应该看不到前途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认为我们是show off的 真的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只是这辆车呢 只是这辆车呢 这辆车呢 真的给我们做的非常的舒服 给我们做到非常的舒服 真正的 真正的 OK 那最主要就是希望你看得懂 希望你看得懂 OK 你看懂 同一时间呢 买右边这辆的时候呢 这一辆百分之后 同一时间呢 也买一下我现在住的这间屋子 这间屋子 OK 这个1250呢 1250呢 同一1250买了过后没多久 这在今年呢 也是在今年呢 我们买了 对啊 再买多一间屋子 再买多一间屋子 所以呢 这个是非常 我觉得 否则我真的可以完成我要的一个目标 就是远离那个水栽 远离那个水栽 当然我现在不懂你住的情况 你住家情况是什么情况 会不会淹水呢 你觉得非常的害怕 如果是你觉得淹水非常害怕的话呢 可能我们就有一个同样的channel 有同样的channel呢 OK 我们就有办法来做一个交流 我就跟大家分享 这个目标呢 怎么样来帮助到我 因为目标很简单 它能够推动到我 它能够推动到我 OK 再来看 OK 那时候呢 完成下一次过后呢 我就有新的目标 因为目标是每一年都有新的 每一年都有新的目标 所以这个新的目标呢 那时候这个是一个 FORWARD以前的Magazine 站在台上 那时候我是站在台下 站在台下 OK 就是拿着相机 以前我们的电话呢 还不给拍照的 所以我们要用Digital Camera了 可能现在很多人不懂什么 Digital Camera了 OK 那时也买不起DXLR OK 用Digital Camera来拍照的 当我拍完这个照片过后呢 我心里有个想法 为什么站在台上的不是我呢 因为呢 为什么这样子来想呢 如果大家有看到哦 看到哦 OK 在台上最左边 最左边那一位女士 OK 最左边那一位女士 OK 这位女士呢 她买一张chap 她 我听过分享讲 她读书不高 OK 读书不多 但是呢 她也成为FORWARD的分红一分子 所以我心里想 我是读书不多啊 我是读书不高啊 如果她也可以 有什么可能性 我不可以呢 那时候我就在心里面 在想这个问题 是不是我做少一次的东西呢 所以那时候呢 啊 师傅 OK 师傅他就跟我说 OK 哦 你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目标 找到一个目标 OK 你每一年呢 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新目标 所以在这一年呢 OK 我就找到我自己的一个新目标 这是要成为 OK CBM 所以这个成为CBM呢 就已经连续 连续 整十年吧 十次的一个 连续十次的CBM 对这个CBM 我也没有算过我的CBM 拿完多少钱了 但是我相信呢 这个连续十次的CBM 应该啦 只是年尾的CBM 应该有接近一个Million吧 只是年尾CBM 还不包括每一个月 只是因为一个决定 我的脑里面一个决定 要找更大的一个目标 所以给大家看到的东西 我是step by step的 OK 你看第一张CBM拿的多不多 讲真的不多的 是六千五百七十块钱美金 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 当时呢 不是成四啊 当时是三点多的 没有记错 三点五 没有记错的话 OK 所以算起来呢 大概也是二十多千马币 你觉得多吗 也真的不是很多 但是数目也不小啦 对我当时来讲 真的不小啦 这个数目呢 能够帮助到我做什么东西呢 OK 就是能够帮助到我拿这笔钱呢 去给物质的一个down payment 给物质的一个down payment 再加上我的一些储蓄啊 F2D的储蓄啊 我就可以把它给一个down payment 因为我这间家呢 大概是在关单 是当时之前呢 是半千万元 OK 所以半千万元呢 如果给10%呢 我大概准备整五十多千 等等等等 所以呢 这笔钱 再加上我FORVOR在 做FORVOR存到的钱呢 我就可以买到我这间物质 不多 但是可以帮助到 可能我不知道啦 是20多千的一个分红 如果是你的话 转一个角度 如果是你的话呢 这个对你是什么意义呢 对你是有什么帮助呢 是不是可以 可以 settle一些很麻烦的 可能就是一些债务 是不是可以 settle一些 可能说很讨厌的 可能就是PT-PTN啊 可能一些personal loan啊 可能一些credit card 我不懂 我不懂 但是我知道呢 这笔钱拿到的 肯定对你 或者对你的家人 有一定的帮助 有一定的帮助 所以这边就这样子 拿到我的一个CBM OK 当时呢 我也是拿到CBM 这一张第一张CBM呢 那时候我记得 我们是在KL的这个 啊 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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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goon 三位 三位Lagoon 是吗 三位Piramid OK 就拿这一张 第一张的粉 所以这个照片呢 真的很有历史性 注意看照片哦 OK 最左边呢 就是我们的President Gradmont 当初呢 OK 他也是非常的年轻 也是非常年轻 当初他只是大概 大概25岁 今年大概30岁左右了 我觉得啦 我觉得啦 OK 我是从20岁 今年大概是25岁左右 这样的情况而已了 这样的情况而已 啊 对 这照片呢 OK 真的非常非常的有 有意义 OK 那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讲 哎 啊 since我们啊 拿到这张 啊 分红啊 给买的屋子 这样子了 我们也开始用 是一个更好的目标了 一定要去到去 更大的CBM 所以就派到Level2 然后我们会跟太太讲 OK 啊 每一年呢 OK 每一年呢 说 是不是我们应该去旅行一下呢 应该去旅行一下呢 所以我们的目标 也是变成了 我们就很 focus 我们也是很focus 这个side forward的一个incentive 叫做去旅行 这个旅行呢 讲真的很好玩一下 去到那里了 OK 啊 有去了 我很想去地方 从最左边 最上面的呢 就是 Grand Canyon 然后呢 去到去到 日本 这个在东京的 在东京 然后再去到美国 这个 啊 San Francisco 这个就是美国的金门大桥 自然这个桥很可怜 讲真的 每一次拍下什么transformer啊 什么X-Man啊 一定破坏这条桥的 我不懂 我不懂为什么这条桥啊 那么讨人厌呢 每次给人家破坏掉 OK 啊 大家看transformer的时候啊 这条桥一定完蛋了 然后看到是什么 the day after tomorrow 那灾难片啊 这条也是 这条也是完蛋的 OK 然后去到这个 米兰 米兰 这个意大利米兰 然后呢 去到墨西瓜 Kankun 墨西瓜 Kankun呢 这个地方呢 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回忆了 因为呢 就是在那一年呢 OK 呃 公司呢 也会 突然说 呃 诶 叫我去做一个分享 做一个分享 我一开始 我喜别的兴奋 哦 有机会分享了 而且站在台上啊 代表马来西亚的 但是还没有看完 email过后啊 嗯 要我讲English 我please OK 还要讲English 这样才购力 然后呢 再过去另外一张 就是Family的去一起去做那个StarCruise 然后呢 再开始就很合很多团队 我们去罗马啦 我们去Stopp Home啦 我们去Swiston 这已经完成了独乐乐和重乐乐的一个一个情况 我不懂了 大家有没有朋友啊 想去旅行 而且呢 和一般 OK 很好玩的人呢 很可爱的人一起去旅行 有没有 有没有朋友喜欢旅行的 来看看 如果有的话呢 呃 也是一样啦 Tip me Tip me 了解一下有没有人喜欢旅行 不喜欢旅行啊 还是不敢想现在 呃 Lock down哦 能不能够出去哦 讲真的呢 可能不懂了 可能不懂了 哥哥 没有什么关系 OK 如果你觉得 想去的话呢 OK 就Tip me 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OK 你看了 那整班呢 我们去玩的时候啊 去玩的时候 真的很很爽啊 因为和和一般伙伴一起去玩啊 一起拍照片 那个照片的价值呢 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非常的高 OK 好呢 那个在stop home的时候 这张照片呢 我没有没有看错的话 因为我们都知道了 呃 我们今天有个新的CBM 就是啊 Jason 他刚刚完成CBM 对不对 OK 他也是刚好 应该是这个月 没记错了 也是他第二胎 也是第二胎 baby 啊 这张照片呢 给我们没有记错啊 是啊 他的老 他的太太Michelle啊 怀着第一胎的时候 他在第一胎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拍 所以这照片呢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有意义 所以人生呢 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上呢 每一张照片呢 给留下很多很好的回忆 我不懂给大家是什么 给我是一个目标 叫打卡 打卡的目标 世界七大奇观 也是我的目标 我去了Grand Canyon 我去了这个 啊 啊 Chicken Pizza 就是Mexi Mexi 这个 OK 然后呢 对啊 Jason 讲真的是 哎哟 你看 回忆 这个叫做回忆 人生真的要打卡 你的打卡就是我的目标 还有很多目标 我要去的 我去俄罗斯啦 我要去看北极光啦 然后我不知道我还敢不敢玩的 就是那个跳飞机啦 那个 Airdive Airdive OK 哇 Seline讲洋洲炒饭 OK OK 啊 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 我们去了 我们就很了解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讲一些东西 我们自己会笑 我们自己会笑 因为呢 我们太多的回忆 也太多回忆 所以呢 为自己人生呢 做很多打卡 这个也是目标 OK 每一个成长阶段 就很多打卡 你看到照片的时候 你觉得我的人生没有白来 这个就是目标 这个不是目标 当然真的 完成这一切一切呢 真的 我我真的很 我非常非常感谢 非常非常感谢 OK 我的师傅啦 OK 呃 Dato Dato Desmond 和Dating Grace OK 因为呢 是他们一直创造他们的系统 OK 让一个很频繁的一个电脑宅男 电脑宅男 OK 有机会啊 走人生的红地毯 不是结婚那个 OK 是人生的红地毯 这个红地毯呢 讲真的 走的呢 非常非常非常的值得 非常非常的值得 而且站在台上呢 OK 也成为一个top income 没有想象到 你知道吗 从家感救啊 可以变成top income earner 可以成为可以收入百万 那个那个 那个心情呢 真的真的讲不到跟你说 OK 如果你有机会的话 如果你有机会的话 你是不是觉得 这张照片 的人头 是你 和你另外一半 走这个红地毯 然后呢 在台上 在台上 OK 受到表扬的是你 还有你的另外一半 这个非常重要 然后还有一张照片 我没有放这个是我和我家人的 OK 就是我整家人也是站在这个舞台上 站在这个舞台上 因为我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大家了 我 我心里用眼一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我不要让我的母亲担心我这个儿子 我不要让我母亲担心我这个儿子 我要我母亲呢 为我这个儿子觉得光荣 你有没有想象到有一天你的父母会为你觉得光荣呢 每次跟他的跟你的邻居啊 三姑六婆 姨妈 姑姐 比无叔 比无生 你看我的儿子 你看我的女儿 他可以 他可以修什么 不需要每次修煮菜 修唱歌 他可以修你 可以修你 那这个重要吗 你觉得 OK 这个我真的 所以能够有这样的舞台呢 我非常非常感谢师父和师母 真的 OK 你 这个可不可以是你的目标呢 这个是不是可以你的目标 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真的很重要去问一下自己 OK 也拿到了这个Million Ringgit Club OK Million Ringgit Club 也是同样的 没有想象到了 没有想象到了 OK 人生就是一种满足 人生就是一种满足 OK 不是show off 就是满足 OK 我对我来说呢 我母亲呢 没有选择三叉秀呢 生的我呢 是非常值得的 OK 因为我可能 如果我母亲以前看不开呢 她今天要一块叉烧呢 好过要我的话呢 就没有我的今天 就没有我的今天 OK 所以 希望我的母亲 可以 proud of me 我希望呢 你的家人呢 可以 very proud of you OK 就是每天 讲到你的时候呢 你母亲 你的父母 双眼发光 双眼发光 OK 眼发亮 跟人家讲你的时候呢 OK 他们非常自豪 OK 他们觉得呢 你比那块叉烧更好 比那块叉烧更好 这个很重要 当然也达到一些 我一直在追求的东西 在报纸 杂志访问 为什么我想 我想这个报纸 我接受这个报纸访问呢 因为最主要一个东西了 只是同样的让很多在外面我不认识的人 可能也是住在一些平民屋 可能生活在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情况 在一个很说不错的窘境的情况 他们可能看到这个报道 他们觉得人生还有那个希望 人生还有那个希望 他们没有放弃他的人生 可以为这些人生全力打拼 这个就是我的初衷 这个叫我的初衷 今天分享呢 也是希望给明年呢 各位伙伴呢 你可以看到明年有一个更好的一个start 不管今年发生什么事情 2021年你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好 放下应该放下的 接受应该接受的 原谅应该原谅的 开始应该开始的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所以过去的呢 不重要 看到前面呢 有自己目标呢 那个是更重要 那更重要 OK 同样的 今年也非常 非常的荣幸 可能大致两层呢 就被这个英国百科前书 Pritus Expedia 被访问successful people in Malaysia 可能你就会你问我 为什么能够接受访问 你可能问我 我觉得为什么 我觉得我可以被访问呢 我可以跟你说一个东西 我就是带人真诚 带人真诚 这样子而已 我不会跟你转腕抹脚 我有什么讲什么 OK 很真实的 他今天我跟你说 佛博就是一个能够改变人生 最主要是你要有你的目标 所以很多这边的很多伙伴呢 也是一模一样 我们是共同走这条路 不是一个人 我们是众乐乐 我们是众乐乐 所以这个就是一点点我自己介绍 从一位住在廉价屋 很穷的一个宅男 不太会讲话 现在的讲真的 你看到我可能一直讲到没有停 但是这个也是后天训练而来的 后天训练 不是天生的 真的不是天生的 OK 再来看看 来 这个是我女儿画的 这个女儿画的话 你如果你觉得这个画呢 他我今天叫他画的 你觉得蛮漂亮的话呢 可能你打一个美 或者给一个给一个love他 给一个love他 这个是我叫他画的 好 我觉得他画的蛮不错呢 给一个love他 给一个love他 因为呢 这个是蛮有故事的 蛮有故事 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 OK 你看哦 这个蜜蜂 这个蜜蜂 他离开那个蜂窝 离开蜂窝 他去那里了 他就去找 采那些花粉呢 去采花蜜 然后把这个花粉 花蜜呢 带回去他的蜂窝 因为他是有目的的 他有目的 他有目标的 人也是一模一样哦 如果我们没有目的 没有目标的话呢 我们就忙中中 乱乱走 如果你可以想象 如果这个蜜蜂呢 他离开了蜂窝过后 可以他出去 他不懂他做什么的 他不懂他是去采花蜜 他不懂他去采花蜜 他完全没有目的 也完全没有目标 你觉得这个蜜蜂在外面呢 飞来飞去 at the end呢 会不会累死 会不会累死 一直一直换换换 飞去不同地方 停在这边 停在那边 飞来飞去飞 很快就会累死 这个好像我们的人生啊 如果我们没有目的的话 我们没有目标的话呢 我们每一根 每一年 每两年 每三年 我们换新的工作环境 我们做新的东西 我们拿到更好的 sary 我们就跳槽 跳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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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at the end 我们是非常的累 因为很多人呢 用他的人生啊 去赚钱 而不是用他的人生啊 OK 来创造一个有价值的一个人生 而蜜蜂呢 他去采花蜜 那个花蜜花粉呢 他带回他的家 可以养活很多的 OK 别的蜜蜂 小的蜜蜂 养活丰厚 在他的是非常非常的伟大 今天呢 我们也不需要做很伟大的事情 我们只是学这个蜜蜂 我们也找到自己的目标 OK 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目的 OK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Huntuckin有提到的就是锁定目标 那今天呢 你要很了解你的目标是什么 因为你可以做这个蜜蜂 OK 可能蜜蜂你看不到 你可能也没有了解蜜蜂是什么东西 OK 再看看目标等于GPS 目标呢 等于GPS OK 如果今天 今天 OK 你驾这辆车 OK 你去KL 从关单去KL 我们一定经过highway 我们经过highway 我们走这个highway的时候 OK 我们知道啊 highway都是有两条链的 OK 我们不可能直直走的 我们是这样子转左转右 有时往左 有时往右 有时在fast lane 有时在slow lane 有时候呢 会停在那个休息站 有时候呢 停在去打油 所以呢 OK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没有一个明确GPS OK 可能你会停在那个油站那边 你不懂你去哪里 你就又转回来 OK 所以目标呢 就好像一个GPS 这样子 所以目标真的非常非常 跟大家讲的那么多 OK 给大家提了那么多故事 OK 我希望 OK 你已经开始一个概念 目标 对你 对你的家人 OK 到底有多重要 老土的一句 很老土的 OK 我不管你是 70后80后90后 00后 OK 因为经过整个COVID过后呢 anytime 人呢 很快 就会可能 从我们身边离开 我真的看到 真的看到 OK 如果今天 你没有一个很好的目标 让他们提早享受你的成果 那个真的是 可能就人生就会白来 所以今天 你一定要有一个目标 所以我很唠叨 很唠叨 一直讲这个目标 OK 看为什么要设立目标 因为目标很清楚啊 力量才会集中 蜜蜂 彩花蜜 他们很集中 他们很清楚 他们就要彩花蜜 彩花蜜回来 有建议动机啊 才有兴奋度 就是在今晚 就会在今晚 OK 你才会很冲动 你才会冲 一直冲 一直冲 你看我们做佛的伙伴呢 喜别兴奋的 他讲 哇 每天都冲 冲冲冲 他不然可以分享 分享 讲课讲课 也zoom zoom zoom 不会停的 不累的吗 累的 跟你讲 会累的 我们也是人 但是呢 我们很兴奋 OK 我们的兴奋呢 已经盖过那种累 什么叫累 累的值得 累的不值得 OK 可能跟你讲个东西 OK 在家 OK 没有东西做 OK 没有收入 OK 看不到明天 累不累 苦不苦 苦 又苦又累 如果今天你出去打拼的话 OK 冲啊冲啊冲啊 OK 你拿到 很好的收入 OK 然后呢 回到家里 你的家人对你的欢笑 累不累 累累 苦不苦 不苦 非常的值得 非常值得 所以要很清楚 你的目标 力量才会集中 你要很了解 明年你要什么东西 建立你的动机 OK 保存兴奋度 一直去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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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87%的人 他们没有私立目标 13%的人 有私立目标 这发生什么事情 OK 有私立目标的人 80%都会实现 没有100%的目标会实现 但是呢 有80%的目标呢 会实现 会实现 OK 所以呢 如果80%的目标会实现 举个例子 今天 你是另一个目标 明年我要在FORVER 可能你是一个新人的 我要赚 100千 我要赚100千 明年要赚100千 但是你只能够赚到80千 OK吗 OK啊 非常的OK啊 所以80%实现很好 你刚才是那个私立目标说 明年我在FORVER 我要买我第一辆人生的 第一辆Mersetix 第一辆的BMW 但是呢 你只能够 可能你目标做做做做到明年呢 你只能够买到了 一辆可能是 Accord 可能是CAMRI OK吗 OK讲真的 这个有目标呢 还没有目标呢 真的会有相差的 我不是说你目标 讲完过后呢 写完过后呢 100%会完成 但是呢 有80%呢 他会完成 80%会完成 我们再看 美国耶鲁大学 在1953年 在1953年 一批毕业生 做了一个目标 做了一个未来收入的目标调查 他们追踪他们呢 追踪20年 我也不懂为什么这人这样无聊 对准这一班毕业生呢 追踪他们20年 就从20多岁呢 追踪到他们40多岁 大学毕业20多岁 对不对 到追踪他们呢 40多岁 他们发现呢 OK 这一批人里面呢 有97%的人呢 有97%的毕业生呢 他们是完全没有目标的 只有3%的人呢 他们想 OK要有目标 这70%的人讲什么东西 哎呀我上班就好咯 因为我爸爸妈妈跟我讲 OK 我读到书 成绩很好 我找一份好的工作 然后呢 我去打工 拿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收入 没有错的 可能没有错的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父母的交易 但是有3%的人呢 他觉得我不能够这样子就一生了 我呢 要自己出来做生意 我要自己出来闯一闯 OK 我要走天下 我要看天下 我要呢 给对我的人生呢 很多不同的打卡 20年追踪下来 可以发生什么事情呢 OK 这东西很好玩 很可怕的 OK 3%的人呢 3%的人呢 他们的收入啊 OK 是平均的7% 97% OK 我不懂大家有没有发生这个东西啊 这3%的收入啊 他是平均97%的人啊 10倍以上 10倍以上 大家有发生 发现一个东西吗 在全球很多很有钱的人 Top的人 我举个例子啦 OK 可能就大家认识的就是Elon Musk OK 我们的那个Tesla的创办 Elon Musk OK 然后呢 还有Amazon Amazon Amazon的老板 OK 还有呢 很多一些啊 还有Bill Kick啊 可能是Wallon Buffett啊 OK 这些很有钱的人 他们的 只是他们的收入啊 以前是全球啊 超过一半的人的财产 一年的收入就是他们全球一半的财产 所以人有目标啊 OK 你未必可能赚比别人超过10倍 但是呢 如果你有目标的话呢 你的收入呢 可以比你的同学 比你的同事有5倍以上 OK还是不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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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大家觉得呢 如果你觉得OK的 有5倍10倍的 你觉得OK的 你打来打OK 你觉得不OK的 可能贪心一点的 你打不OK 在那个check room OK 我想知道一下 因为这样会比较有一些交流 比较有交流 OK想知道一下 你觉得比你的同学 比你的同事 OK 可能有5倍 可能到10倍 更加多的一个收入 不懂 因为这个type呢 是你给你自己看的 OK 有目标 还有目标 这个不是我所说的 这是美国耶鲁大学 他最终这一群人 20年所得到的一个 OK 情况 OK 再看下来 美国一个另外一个很出名的 一个保险公司 他对想成功的人呢 也是做了一个跳 research 他发现呢 100个人里面想100个人想成功 想成功 我要我要在明年赚多少钱 我要上经理 我要上F2D 我要上一个manager 我要放CBM OK等等 但是呢 他们只是讲 他们没有把他们的目标呢 真的把它做出来 只是在口里面讲 OK 也是胡聊的 追踪了44年 从他们21岁追踪 他们退休65岁 发现呢 什么东西 OK 100个人里面呢 OK 没有目标的人呢 这一个人真正成功 四个人呢 不是不需要依赖家人 还能够生活的 可能已经是有存在点钱 可能真的是财务自由 所以你看 你看呢 这100个人里面呢 只有五个人呢 是不需要依靠别人 他还能够生活的 在65岁退休过后 再看呢 还有五个人呢 他65岁还需要工作的 OK 我不懂大家有没有想到 65岁过后呢 还是需要去工作的 OK 可能就是找一些 没有那么多劳动力的 OK 工作呢 被不要工作 为什么呢 还是很多的一些 commitment 还有53个人呢 身不如死 还有37个人呢 早早的死掉 没有目标 OK 那这个就是一份这样的报导 100个人呢 想要成功 没有 但是这100个人从来都没有想过目标的呢 100个人里面呢 这五个人呢 是可以freedom 95个人呢 真的是生活呢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对不起自己 也对不起父母啊 把他生下来 到65岁过后 65岁过后 还要工作 还要生不如死 这个情况呢 真的不想在 不想会看到在这边会发生 OK 再来看一看 终极目标 还浮现潜能 潜能 潜能加行动等于报酬等于态度 这个情况是怎么来讲的 OK 举个例子了 今天如果你是 你上上班 你的工作呢 老板给你的薪水呢 刚刚好是1100块 工作时间呢 是早上10点 工作到晚上10点 没有加班费 没有allowance 没有OT 请问你的工作态度会怎么样 应该是非常烂 对不对 就说呢 怎么非常烂呢 天天去厕所 吃饭呢 会超时间的 然后呢 每天呢 都很多喝茶时间的 这个就是态度非常的烂 对工作也不负责任 可能骂顾客等等等等等等 因为报酬不好 态度很烂 所以呢 潜能和潜能发挥不出来 行动力就没有 每天吃食 每天吃食 我给讲一个吃食好玩的东西呢 我不懂大家了 以前我还在做电脑的时候 每天4点 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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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就和一班朋友在吃食 喝茶 当然我是要吃 下午茶 他们是在吃喝到的5点呢 等放工 他们说嘛 他们都是salesman 那么就是每天在吃食了 因为 报酬不好 所以 潜能发挥不到 行动力很差 所以态度非常的烂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今天呢 老板 老板给你的薪水 是20千 是20千 工作时间呢 9点到5点 9点到5点 请问呢 你会用什么的态度呢 来做这份工作 我觉得你是全力以赴 你真的会帮老板想很多东西 怎么做planning OK 然后呢 你的钱呢 真的会发挥出来 即使你不是这间公司的老板 但是呢 你的action呢 就好像这间公司的CEO 加上这间公司的director 其中一个创办的一份子 所以呢 报酬呢 你说真的是 非常非常重要 那今天呢 你有没有看懂 否则我 刚才我看到 我给你看到那个故事 我整个过程 我的报酬 在报酬呢 就是激发我的潜能 从不会讲话 学习去讲话 从不会邀约的人 学习去邀约人 这样行动 不会讲GEP 学习去讲GEP 这个也是行动 我的态度呢 就当做呢 给我是Forward的其中一个股东 我是Forward的Founder 我是Forward的CEO 所以我的态度非常的好 态度非常好 每一场Zoom呢 我都不会miss 我就好像这间公司的股东 我要每一场的meeting呢 我都会到场 每一场的meeting呢 对我来说呢 就好像股东开会 所以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今天如果你已经没有这样的态度 你没有这样的行动 你不能够expect啊 你不能够expect啊 你的钱能够发挥出来 你钱能发挥不出来的话呢 你的目标呢 就不能够去打承 好像About所讲的 8点到门口了 可能工作到晚上10点都不回家 这就是CEO了 这个就是Founder 这个态度 这个呢 好像今天师傅 我刚刚从还没有开课之前呢 在Facebook看到师傅说呢 已经70多个伙伴呢 完成他们CVM 这70多个伙伴呢 我跟你说 他们态度都是非常的好 他们都是抱怀完了自己的潜能 每一天都是在行动 在行动 在行动 因为他们看到报酬 他们报酬可能是买自己家 给家人过更好的生活 不用再怕淹水 可能呢 就是为了未来而打拼 你有没有发挥到你的潜能 就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报酬 你有没有这个报酬呢 看这个报酬 你有没有set好你的一个目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当我们上线跟你们说的时候 你要是一个目标 我很压力哦 压力有时是很好的 看有两种压力 一种是外在的压力 一种是内在的压力 我们看看 鸡蛋呢 从外面打破是上手蛋 这个是食物 从里面打破出来呢 这个是生命 从外面打破是外面的压力 从内内在打破呢 这个是成长 今天呢 你要成长呢 一定是从我们的内在来打破的 所以那个心态呢 那个CEO 那个Founder 那个director 那个是老板的心态呢 真的很重要 那个态度 真的 你只有这样的态度呢 你才会从内心 给那个力量呢 才打破出来 往往很多时候 很多人 我们再看看 大众思维啊 这个是黄金图法则 有why how 和what 很多人讲 what 做什么 用什么方法来做 how 怎么做 这个也是方法 why 目的 和理念 ok 我们注意看呢 很多一些 没有做过老板 他们很多的问 我传说怎么来做啊 ok 要怎么邀约啊 要怎么卖产品啊 要怎么讲 gp 要怎么做demo 他一直问这样东西 这个就是外在的压力 从外向内 这个大众思维 他们讲到 要为什么要做 为什么 但是呢 高手思维呢 是从内到外 他们已经一来到forward 他们听完了这个目标 他们今晚过后 他们去做他们的目标 他们已经很了解 他们为什么要做forward 他们知道呢 这个生意 对他的意义是什么东西 这个生意 对他来说呢 到底能够帮助到 他脱离他的窘境 脱离他的困境 他的内在的潜能呢 就会从内 而向外的发出来 这个好像鸡蛋 这样子 从内向外打出来 这个就是力量 这个就是生命 这个就是潜能 所以今天 希望 你不是一直问why why 你要找到 不是一直问what what 或者how 希望你要了解今天 你要知道 why 为什么你要做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了解why 刚开始我一直讲 why 为什么我要做 我们完全没有跟你讲到 怎么做 但是接下来呢 开始就可以讲 怎么来做你的目标 怎么来做你的目标 OK OK 来 人呢 有两种意识 OK 我们脑里面有两种力量 OK 一种叫做表意识 表意识呢 什么叫表意识 表意识呢 我们举个例子今天 你要算钱 你要用calculator OK 你用一手来算 这个要算钱 OK 这个一定要经过我们脑来思考 我们才能够去完成的 这个叫做表意识 在清醒的时候呢 才能够做工 OK 我们可以reject 或者是accept 这些要或者不要的工作 举个例子了 人家问到你老板叫你工作 你帮我算完这些账才回家 你可以接受或者是拒绝 你接受就把他做完 拒绝就说 哎呀我今天不能够 OK 因为今天呢 我要去参加啊 Sean讲的这个 OK 目标是力很重要 所以你拒绝老板 这个叫表意识 你可以拒绝 OK 但是呢 这份工作呢 你在清醒的时候才能够做 所以我们每天要思考 思考 思考 就好像 你 你要思考才能够做 但是呢 但是呢 在这个潜意识呢 是24小时在工作的 不需要分析100%接收讯息 这个力量呢 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OK 非常的大 会大到什么 会大到什么程度呢 会大到什么程度呢 我问一问大家 问问大家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心 为什么会跳呢 心脏 不知道 对不对 为什么你会呼吸呢 有control高你呼吸吗 没有 你的心跳是24小时的 你的呼吸是24小时的 你眨眼是24小时 你的眨眼会自动的 OK 会自动眨眼的 你的头发自动会长 都自动会长 你的头发自动会掉 OK 那指甲呢 自动会长 这全部都是潜意识 潜意识 当今天你把那个目标 把那个目标打进你的脑里面 打进你的潜意识过后呢 你24小时这个目标呢 都会在你的脑里面 在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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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的你的GP 自然的你的demo 会非常的好 而不是经过你要去想 要怎么来跟大家讲 因为已经潜意识的 因为我印象中 很多次都是有几次 做演讲的 都是我在状态非常不好 有试过发烧情况 但是为什么还是能够讲呢 这些完全都是潜意识 对 这些完全都是潜意识 潜意识非常的非常的可怕 OK 曾经有一个 我小时候 曾经发生这样的情况 我不懂有没有了 因为我是kampong boy 黎明 我们各个邻居家 很多时候我们都养狗的 有养狗的 OK 所以呢 养狗呢 狗是来看家的 如果狗有看到人 狗有时候会追人的 会咬人的 狗是 有时很friendly 有时是蛮可怕 我不懂大家有没有养狗 所以 我的家 去到另外一家 大概是100 100个meter 100个meter 平常我走路 我走路了 我没有算过了 可能要好几分钟 可能要5分钟 才走完整条路 慢慢走 也不会走很快 有一次 我去到我朋友家的时候 哇靠 发生什么事情 他的门没有关 而且 他的狗又没有绑 结果发生什么事情 那狗来追我 你觉得呢 我从他家 跑回我的家 要多要多快 要多快 我没有算过 但是我可以知道 应该是在10多20秒里面 我已经跑回家了 这个叫做 潜能发挥 非常非常有力 非常非常有力 这个是叫做潜意识 当时要跑 要救命 要救命 另外故事也是蛮好玩的 因为 有一个人 一个匪宅 他要去减肥 去减肥 他什么事情 他就去一个减肥院 减肥进去的时候 这个减肥呢 要1000块 他就很纳闷 为什么这个减肥要1000块 他就问那个counter的小姐 小姐 小姐 为什么这个package 要1000块的 小姐说 你不懂 这个package你给1000块 一进去的时候 我担保你 最少会收掉10KG 如果没有收10KG的话 我们把钱退回来给你 这个匪宅讲ok咯 反正有满意保证 他给了1000块 然后呢 他就register 小姐说 你现在进到走廊那边 直走 走到最后 你转左那房间 你进到去 然后呢 就有coach来教你的 有个家人教你 那个匪宅一直走 走到逗 然后转左进到去 那房间一开门 关上门过后呢 灯光一亮 鸟语花香 ok 然后呢 听到音乐叫做 哇 蛮好听到音乐 然后呢 有一个小姐 三十六 二十四 三十六 穿着比基尼的 一小姐跟那个匪 跟那个匪宅讲 匪哥哥 如果你 我给你做到 我就是你的了 我那个匪哥哥真的浅能发挥 你知道吗 他只立刻用了潜意识啊 来来跑 立刻追那个那个 去追那个美女啊 一直追追追追追 很累 你知道吗 一直追追 他差不多放弃的时候 那个那个美女就跑慢下来 慢慢慢慢 那匪哥看到啊 哇 又顶部送你 又继续追追追追追 结果这样子来追追追 在房间里面了 追了一个小子 然后那个小姐转过来 time's up 一个小子完了 ok 然后那匪哥哥就很纳闷 一个小子完了 跟我讲 我很累很喘 然后去他去外面靠的呢 一上那个那个蹭 我真的瘦了十二个kg 没有办法 真的瘦了 所以一千块给了 但是他也心满意足 ok 然后呢 那匪哥哥回到家的时候 他立刻做很多exercise 你知道吗 exercise 然后吃花粉啊 ok 然后呢吃营养粉 喝乳汇滋 因为普通经历嘛 要追 要追小姐 ok 所以呢 一个星期过后 那匪哥哥补到很强壮的时候 他就去到同样的那个减肥中心 进道去 ok 那小姐就看看匪哥哥 匪哥哥 今天呢 我觉得你应该挑战更高的package 哇 更高的package 匪哥哥问小姐 小姐小姐 更高的package多少钱呢 两千 两千块 这个呢 担保你收二十kg 哇 菲哥哥听到十一倍的兴奋 因为给一千块 已经杀戮 亚谁杀戮了 我给两千块 什么情况呢 他立刻给钱 给完钱过后 小姐 ok 这次你进道去啊 那库里多啊 走廊进道去 不要转走 你转去右边的房间 菲哥哥 立刻跑跑跑跑跑 跑下去 那个走廊 然后转右边房间 一开门 进道去 一关门 灯光一亮 发生什么事情呢 一个音乐出来 登登登登 然后呢 在墙壁上 出现了一个三角形 一个四方形 一个圆形 有看过练义游戏吗 然后呢 有个猛咖利 生出来 整身毛 ok 又很大致的 他跟那肥哥哥讲 肥哥哥 如果你给我抓到 你就是我的啦 ok 结果呢 肥哥哥呢 给蒙咖利追了一个小时 出来的时候呢 真的瘦了20个kg 哇 真的西北高辣 我跟你讲 大家看到吗 ok 一开始他追美女啊 他追美女啊 只是因为 他想要得到那个美女 第二次说 给那蒙咖利追的时候 为什么 他能够那么厉害啊 给他 因为他要 救自己的命啊 跟你说 给他救自己的命啊 今天也是一模一样啊 你没有看到佛沃是救了你的命 还是你觉得 做又不可以 不做又不可以啊 你还是看到美女呢 还是 蒙咖利性呢 我当初看到呢 OK 佛沃呢 就是真的救了我的命 所以我才施了这个目标 这个目标呢 才激发我的潜意识 ok 所以呢 潜意识啊 比我们的表意识力量啊 真的强了三万倍啊 和肥哥哥 才能够 瘦了整20kg 当然不需要去挑战这个东西好不好 ok 来我们再看 目标呢 要怎么来实力 现在我们讲到 ok 好怎么来做 ok 目标当然要够大 目标要够长眼 目标要明确 大目标呢 由小目标累积而成 ok 什么叫目标大呢 你还没有上manager 你把你目标放上去manager 可能你是个VIP 对 VIP呢 就看到目标是manager 如果你是manager的 目标最天端放到去CBM ok 要够大 可能放到呢 你要放到去 放到去 1.5k 2.5k 可能要放到GLT 一定要够大 ok 但是不要大到离谱啦 你觉得我今天加入 明年加入 今天加入 明年呢 我要成为 我要赢过Logic Logic 可能不Logic 对不对 目标大 但是不要离谱 然后呢 要够长眼 不要说啊 我来这边呢 完成5cc就好了 算每一个月啊 是完成5cc 目标不大咯 目标要非常的明确 你要知道啊 你做Forward 今天你赚了这个钱过后 你要怎么样用这笔钱 要怎么样的慰劳你自己 怎么帮助到你的生活 怎么帮助到你更加不好 更加不同的一个生活 这个非常重要 要很明确 好像我所提到的 刚才 我要赚钱 因为呢 我不要在家里 我不要我的家 不要再淹水了 拜托 我淹到很怕了 我跟你说 sorry 然後呢 然后呢 也不想再挂名做那个老板 在挂名做那个CO 在那时候 我的心态就好像 Mangali在追我啊 给我很明确 我要离开 那个很可怕的一个环境 这些大目标 有小目标完成 当然 大目标 我们做做去追 做去做Manager 追Manager 我们去追CBM 中间呢 我们要完成 我们要完成 我们的5CC 我们要完成 我们的鲁蕙大使 Alan Mercedes 我们要完成 我们的F2D啊 Eagle Manager啊 等等等等 我们要完成 所以呢 从小到大 OK Sicket Jaddy OK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但是罗马肯定 是能造成的 你相信我 罗马不是马造成的 OK 然后再看 目标 视力的时候啊 他有个几个东西是不能够 犯的 就是不能太大 而且不实际 就刚才提到的了 我刚刚加入 明年我要in love clip 不logic 不logic 而且不能够把运气啊 包含在内 我今天呢 加入Forever 我sponsor两个朋友 三个朋友 他们全部要做 然后呢 他们全部要做过后呢 我就上经理咯 我sponsor9个朋友 9个朋友都要做 我就上suffire了咯 我就赚suffire 业manager的钱 运气 运气是赌博 今天我们做生意呢 不能够把运气放在里面 我们这一直开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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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经过努力 来去完成 而不是把运气放进去 运气呢 会发生在什么地方呢 叫做toto 什么叫toto 大家知道吗 如果你有买toto的话呢 我讲到你就不好意思 toto stands for toto stands for tipu orangtia de otak tipu orangtia de otak tipu orangtia de otak 那个是靠运气的 我们去买toto的时候 是不是靠运气 所以不要把运气放在里面 因为我们不是赌博 我们是真的是在从事开发一个生意 因为我们今天是co 我们是founder 我们是forver的股东 我们是forver的business owner ok 然后呢 不能因为取悦 别人而定 啊我要 私立目标 我要上manager 让我上线爽一下 讲真的 如果你私立目标 上了manager 我有爽到一下吗 我也不懂呢 讲真的 我是觉得你在forver 上了manager 拿到F2D 拿到CBM 这个是应该的 应该是你爽 而不是我去爽 好不好啊 所以你的目标呢 不要因为让你的上线爽一下 我每次啊 在zoom的时候啊 small group coaching的时候啊 上线问你 你要达成什么目标 每个爽的哈嘞 哦 这个月啊 我要完成superwise 哇 真的可能爽一下了 但是到最后谁不爽 你真的没有潜力以赴去做的话呢 ok 不爽的是你 而不是你的上线 ok 再看看 ok 达成目标的七个步骤 第一个呢 你要明确清楚 你要些什么东西 你要几时 完成什么目标 很清楚 你要真的很清楚 你要什么东西 然后愿意付出什么的代价 freedom is not free freedom is not free 可能说你要完成 命令你要完成manager ok 你真的 可能是减少时间呢 和家人在看extra 可能减少时间呢 跟家人在看spiderman 因为你的时间用在GEP 那些时间呢 可以用在做caching 你的时间呢 用在 跟人家分享产品 你的时间用的对 所以呢 你的付出代价是说呢 我减少陪家人时间 但是呢以后 你可以更多时间陪家人 真的可以 真的这样的情况呢 有试过一次 就是 就 和朋友喝早茶 喝完早茶过后呢 全部去做工 我剩下我一个人很无奈 觉得 全部人去做工 他们 不累的面子做工 剩下我一个人真的忽所事事的 因为以前我付出了很多代价 我一开始做的时候呢 我真的没有什么时间 来陪我的家人 这个是真的 但是现在呢 我是每一天都陪着我的家人 很多人讲 我不能够做的 我一定要看着我的孩子 我要教我孩子补习 我要看着他成长 我不能够付出那个代价 真的 我的女儿小的时候 她还是baby的时候 一满月 我就已经把她交在奶妈 我奶妈看看 奶妈看了 但是那个奶妈 就是因为和我同乡的 都是黎明的人 所以我非常相信她 她 我的女儿一对岁 满月过后呢 交给她 然后呢 我和Olive呢 就开始加来了 Grand Livina 后面 有20多 整20cc的货 就outstation了 去丁家如 去吉兰丹 做做做做 这样子拿到F2D 做做做做做 这样子拿到西边 做做做做做 这样子呢 可以买到现在的家 没有盐水 我愿意付出的代价 现在我女儿大了 应该说都读书 她读书过后呢 现在的我每一天 看着她读书 OK 甚至乎呢 她来问我功课 讲真的我SPM全部斐楼的 所以我很多白头发 是因为教她功课 OK 现在我真的看着她成长 OK 她选什么学校 我一起帮她选 OK 然后呢 每天陪伴着我的母亲 以前的付出值得吗 真的很值得 反而我的朋友 以前笑我的那些呢 还是在上班 还是有时候在gathering的时候 讲一直在埋怨 一直在埋怨 埋怨没有没有办法 因为你以前不付出 你得不到你要东西 然后呢 set好一个完成的乐器 白纸黑字写完下来 一定把它lock down lock字 lock字 一点把lock字 然后呢 要做详细的计划表 OK 你做完了过后呢 你的目标想过后呢 你一定要有 every month 你一定要有schedule every week 一schedule 每个每一天都有schedule 好像我们看到 你已经知道了 一月份我们有什么会议 有什么activity 我们一定有一个月计划表的 每一个星期 每个星期有什么课程 要邀约什么人 我们要做几次做coaching 全部都有了的 好像我们每个星期三 都会做coaching的 这个是不会跑的 每一天 去邀约人 去follow up 去讲GEP 等等等等 这都是每一天要做的工作 把这些东西呢 给打进了脑 让他变成潜意识 然后呢 立刻行动 no fear 然后no lazy 人呢 很可怕就是 等开始 等结束 浪费时间 立刻行动 不要去想 人的烦恼啊 90%烦恼 都是从10%开发出来的 就是一直想想想想 结果呢 想太多 自己 吓死自己 自己吓死自己 OK 每天进一步一点点不难 一步登天呢 真的很难 GP一直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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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愉快 慢慢的练练到很好 就是一点点点这样子 每天进步一点点 一天进步1%的话呢 一年你就进步了365个% 所以不要看小一天进步1%的那个威力 然后呢 你要比incentive 什么incentive呢 5cc club Arab, F2D, LIT, Eagle Manager, Chairman Bonus, Global Lally, GLT等等 这些都是incentive phase 你的目标一定和这些incentive要有关系的 5cc我要A+,Arab,我要scoreA F2D我一定要完成 Level1,Level2,Level3 Local trick要完成,一个要完成 这些全部都是钱 你每完成一个incentive 你就代表你有赚到我的钱 你就有分到,应该分到钱 当然还有一个方法 让大家不会跌进一些舒服的一个情况 跌进conversion 大家可能可以参考 7个人物法 这个是三角形 你要想象一下 你要找出7个人在follow里面 你要去追的 7个人你要去追的 最top的顶端 一个人你梦想成为的人 就是他是你的榜样 他是你的榜样 他是谁,可能可以set 大多是我的榜样 所以谁是我的榜样 你可以set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你榜样 你觉得你成为他过后 你人生就圆满 完美 完美 一个人就好了 然后呢 第二个中间阶层呢 你可以找一到三个人 这一到三个人呢 就是在两到三年里面呢 你觉得你可以超越他的 这些人可能是什么人呢 这些人可能就是一些manager 可能就是一些F2D 可能是一个manager 可能是CBM LCM PCM EPCM 你一年到三年里面 两年到三年里面 你可以去追赶他的 可能是超越他人 你找三个 然后呢 最底层之间 可能说你是刚刚supervisor 刚刚是VIP 你也是要找一到三个人哦 你在一年里面 你要引他的 可能他是manager 可能他是supervisor 可能他是AM 可能是等等等等 你要去赶他的 当你有找到这七个人的时候 你追一个人 给你再追 再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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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真的可以跑到最顶端的时候呢 我跟你说 你的人生呢 完全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method 这个method呢 可以让你不会跌进一个conversion里面 再看 目标很简单 你可以分成个人家庭 for我事业 因学才能 然后呢 试会的一个回馈啊 这个我就 没有去update他 但是 alice给大家看到 你可以放什么 个人家庭呢 你可以买到 你要自己的物质 可能你要两MPV 可能你要一辆 Mercedes 可能说你先amg的spec 可能喜欢是 e-class的 可能是你喜欢是 BMW 你可以set你要什么车 然后呢 你可以set family trip 和家带 带你的 父母去那里行 全部钱呢都是你付 全部 这是个人家庭 你可以放的东西 ok 然后可能给孩子去那里留学啊 准备给孩子去那里补习啊 可能帮孩子请一些 加个人的教导 个人老师 私人老师 ok 然后呢 如果是否我事业 你只要完成 alice manager f2d local trip 等等等等等等 全部你可以学 是要完成什么东西 那product in China 你几时要学product demo 几时 几时要完成 会不会讲GEP 不需要你的上线 你可以讲GEP 然后你几时要做MC 几时要做speaker 全部都可以放进 这个应该要学的 然后呢 可能一年 要读完52本书 这个也是我的目标 每一年呢 最少人要读完52本书 min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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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私会回馈 你可以可以做donation 可以做donation 好像这个应该讲真的 也做了很多次的一个donation 这个私会的一个回馈 但如果没有说淹水的话 你可以donate去一些孤儿院啊 可能是学校啊 可能一些NGO都可以 这个就是你可以放的东西 把它写下来 然后呢去把它完成 把它完成 这都是setting 你可以完成你的go 然后呢每一个过程呢 你要plan do check action plan to check action 当然我们去做的时候 做做做的时候 ok 会遇到一些困难 或者是一些困境 你不知道怎么解决 没有关系 立刻找你的上线 ok 跟他聊聊 因为呢我相信的东西就是你的上线的经验呢 绝对会比你更多 ok 你听更多 听他的一些idea呢 听他的经验呢 ok 很可能可以立刻解决你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这个叫做check ok planning好了 就刚才那个了 planning好了 ok 然后去做梦山版做好了 然后立刻action 不要停 不要去想太多 一直做做做做 遇到问题的时候去check check check完过后呢 调整过后呢 再action 就是一直做这样的routine 每一年我们都是做同样的东西 每年做同样的东西 ok 这样子呢你就会 给达到你要的目标 记得 你的目标未必100%能够实现 但是呢 有80%能够实现呢 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非常非常好了 ok 再看 这边刚才讲到七个人物法 七个人物法 ok 你要怎么找呢 可能这些speaker呢 就是你的针对的目标 针对目标 你可能来听一听 这些speaker呢 他们的分享 他们的battern 他们的style 他们的frequency 他们的channel 和你是不是一模一样 如果觉得他们 你觉得很崇拜他 你就可以follow他的skill follow他讲的方法 follow他怎么样做presentation ok 然后呢 复制在自己身上呢 然后呢去跟人家做一个分享 要做一个分享 这个呢 kickstartcamp呢 我们会再 我们在 1月22号 就是明年1月22号 星期六 早上10点 我们大概讲到大概会到5点左右 我们讲什么 我们讲永久兵法 我们知道啊 阿罗伯啊就是孙子的孙子兵法 孙子的孙子兵法嘛 他用这套兵法呢 ok 真的打了天下 这个孙子兵法呢 即使很多跨国企业公司 很多阿罗伯呢 他们都会学这套兵法 也就是孙子兵法 今天在佛沃成功呢 你怎么从一个新人进到来 怎么从一个VIP到supervisor 做些什么东西 做些什么东西 应该要PCB开什么东西呢 AS VIP到Supervisor 已经有代行 已经在里面了 从Supervisor到AM 要做什么东西 应该什么提升 各的人力啊 要学习什么东西 也是在玩里面 从AM到Manager ok 然后呢 怎样来上代Mainager 也是全部在玩里面 40条 40条 而且呢 这40条里面呢 这40条里面 ok 当你学会过后 学会过后 你把它复制 再去教你的伙伴 教你的伙伴 ok 你就是下一个的CBM 你就可能是下一个的LCM 你可能是下一个的CBM 可能就是下一个的EPCM 这个就是我们的永久兵法 里面有40条计划 今天呢 我是也是其中一个讲师了 ok 如果 为什么要打广告呢 这就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我是其中一个讲师嘛 就希望多一点伙伴来参与 如果你觉得呢 我讲的还ok的话呢 大家觉得我讲的怎么样 ok还是不ok ok 1分到5分 1分到5分 ok 5分是满分 1分是最差的 Lokelo给你打分 你打多少分 来打一个分给我 给1分到5分 ok 来来来 你打分 你打分 我今天讲的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得到 对5分 哇真的非常感恩 就算你应求我也好什么 我真的非常感恩 但是如果你觉得我讲的讲的真的很好的话 真的 那真的满分 我跟你说哦 这这边呢 还有整10 一位的speaker 他们比我更厉害 他们真的比我更厉害我跟你说 ok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更厉害的speaker 来跟更厉害的speaker 来学习的话呢 跟更厉害的speaker 来挂他们的料的话呢 这个永久兵法呢 你一定不能够skip ok 报名费呢 只是20块钱的commitment fee 这20 这些 这些人呢 给全部全部啊 都是在Forward呢 已经完成CBM 已经是LCM 已经是EPSM 他们已经赚了已经5位数了 所以呢 他们比我更厉害 ok 你一定要来听 一定要来学习 一定要来学习 ok so 在这一边 还有一个 洗脑 当然洗脑歌听很过啦 baby shark什么东西听很过 还有一个洗脑群呢 你一定要做的就是 突破自我 突破自我 ok 这个突破自我自我呢 可能 就大家开mic ok 大家开mic 我们一起喊这个突破自我呢 喊完过后呢 我们喊三遍 喊三轮呢 喊完过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mic交回给我的MC 然后呢 快快找你的上线呢 ok 来 报名 快找你的上线来报名 ok so 现在呢 就大家可以unmute你的mic了 ok 我们一起来三遍吧 ok 来来来来来来 ok 这个突破自我 ok 我先开始 ok 大家可以跟自我一起喊 ok 1 2 3 ok 我是永久的 这样 永久的 永久是我唯一的选择 我要学习 我要突破 我什么都能突破 我爱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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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久 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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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无益的选择 我要学习 我要学习 我永久都能突破 我爱我自己 我相信我 我要永久 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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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哇 谢谢我们的EPCM Shawn的So Powerful的分享 呀 我也在这里很感谢我们的EPCM EBCM给我一个机会变成今晚上的主持人 好啊很happy很happy 所以我们知道目标是很重要的 就是这天晚上目标就是我们的推动力 目标是我们人生的GPS 那就是我们的EBCM讲的 真的我很同意很同意他讲的 所以你们认为同意吗 请给我一个E 只是我们认为同意的 对了 所以我们真的目标很重要 所以那些已经做了目标的 恭喜你们 这样我们就会跟我们的2021讲什么 Goodbye 和迎接我们的2022跟他讲Hello 对不对 不过那些还没有做的 就是今晚上 过了日常拿出你的纸 像我们讲的 接你的upline还是自己去写先 做出你的目标 势力好不好 所以记得我们的EBCM 他有讲到就是我们的 first quarter key start 是在几时 22号1月 10点到5点 OK那些已经报名了 请给我一个E 我也报名了啊 而且我带了5个人来 所以那些还没有报名的 快快报名 才20块钱罢了 很值得 哇 这样你的目标一定会大成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那最后我们以三个口号 喊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还是我们要唱啊 你们要唱呢 还是要喊口号 要唱还是要喊 喊就是 yes no limi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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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and air 我们喊三声好不好 我先讲的 好 一二三 yes no limi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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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and air yes no limi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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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and air no limi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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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and air OK 拜拜